大家好,我是Stan 2021年以如另一首歌 创下逆行神话的女团Breebo Girls 其中成员Yu Zhang 因为迷人的笑眼更是获得了火爆的人气 之后她在2023年 与男演员Yu Han公开恋爱 也宣布了退团 但是在8月26号 传出了两人分手的消息 很快两家经纪公司也证实了 Yu Zhang和Yu Han两个人已经分手 未来会以互相支持的朋友身份相处 目前两个人已经取消了对彼此的IG追踪 已经过了一年了 时间过得真快呀 是啊,这种事很成见 男女之间相识相恋在分手 并不是什么特别的事情 昨天偶然看到 布布格尔三位成员 在魏文公演唱荣林的舞台 然后今天又看到Yu Zhang的消息 就感觉有点 希望大家都在各自的领域 加油 大家知道Rula这个韩团吗? 知道的话 在我中学时期 Rula摄影《Dalgeten Chansa》轰遍了韩国大街小巷 是在年末班奖节里也获得多次大奖的超人气混声团体 当时这个拍屁股舞蹈真的非常红 而其中成员苦用武因为在综艺节目脱音而出 一个人也获得了很高的人气 但是在2013年 苦用武应对多名未成年人在自己的套房做坏事 背叛了有期徒刑两年六个月 因而获得了一人电子脚靠一号 这一不光彩的号称 并且目前几乎已经是被永久逐出娱乐圈了 在出狱后非常低调生活的苦用武 在今年8月5号 突然开设了YouTube频道 并在IG发文 我过了令人羞耻的生活 因为感觉自己在家里发牢骚 过着非常糟糕的老年生活 所以为了摆脱无力的日常生活 毫无计划地开始了YouTube 在炎热的天气里 请注意健康 然后上传的首个影片Fresh 在公开两个礼拜 观看次数就超过了30万 而引起了话题 但是这个频道 在8月23号突然消失了 当天下午苦用武在自己的X发文 看来我的YouTube频道在昨晚被下架了 仅仅因为我是前科犯 甚至没有上传任何有害的内容 YouTube方是否可以将不存在的规定 只针对某个人来试用 我已经接受完了法律惩罚 但为什么有人可以做 有人不可以 这到底符合公平性吗 然后向YouTube提出了意义申请 而对此8月26号 YouTube对媒体表示 根据YouTube平台的创作者责任指南 该指南禁止在平台外 进行对社群有害的行为 因此关闭了 毫无国多个Dates频道 该上传者将无法再拥有 或开设其他YouTube频道 不过对YouTube的这一决定 在韩网掀起了两派论战 如果你需要钱的话 就出去搬赚吧 为什么想要轻松赚钱 你曾侵犯的五名未成年人 可能会不小心就在YouTube上看到你 从而遭受二次伤害 你这个罪犯还敢爬出来 既然是罪犯 就应该像老鼠一样偷偷躲起来生活吧 有害创作者的作品 自然会被视为有害的 但是也有手术网友们表示 他已经服完行病出狱 这些年来一直安分守己 为什么连YouTube频道都不能开设呢 那么他复兴的意义何在 黑社会出称的人也在做YouTube 还有像古杰这样的人也在活跃啊 而且YouTube上的影片 检查的也不阉割 这样看起来确实有点不公平 他可能也会感到委屈 但是苦用犯的罪真的是 他仗着自己是有名气的艺人 然后对想要成为艺人的未成年人们说 我是艺人 所以在外面见面不方便 来我的套房吧 然后做了坏事 甚至受害者是五个人 所以 所以大家觉得 应不应该禁止有前科的人 开YouTube频道 或者是要根据犯了什么罪而决定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转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